那我們的這個 要開放美國 還有萊克多巴胺的 豬肉進口的事情 那我們要表示關切 美國在台協會 16號上午拜訪 台中市長盧秀燕 沒想到市長劈頭 談到萊豬一題 讓聽懂中文的 AIT人員嚇到 馬上向處長 麗英傑搖耳朵 第二個呢 這是大多數的民意 因為在議會裡面 我們地方的議會 還有在地方的民意上 那因為甚至有大學裡面 去做地方的民意調查 那大概都有這個七八成的民眾 是反對我們這個放寬法律 一分多鐘的談話 再三提到 台灣的食物法律相當嚴格 台中更有單行法律 而且早在三年前就明定 不管是生產製造或進口 都不會使用 含有萊克多巴胺 或是瘦肉精的豬肉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進入落改的 那我們請大家先離開囉 市長逮到機會 表達民意 卻讓在場人員不知所措 跟聯盟請記者撤離 盧秀燕對抗AIT 網路評論也炸鍋 大戰市長有Guts 還說蔡總統不敢講的話 盧市長說了 我是台中市民民選出來的市長 我一定要維護市民的健康 守護大家的健康 為民發聲 這是我的職責 至於AIT的發言 我們也尊重 戰事後 美國在台協會發言人 發出聲明說 所有美國出口的產品 都安全無餘 跟美國國內消費標準相同 因此政治人物散播不實訊息 對所有人來說都是無益的 呼籲雙方以負責任的態度 來應對這項議題 不過雙方交火 再度引發正反亂戰 記者公益的李雲杰 SNC小組 台中報導